欸,你怎麼走?我怎麼走? 我要坐在這裡 這樣好 那個 我們審 使長跟各位官員大家午安 那個主席我可不可以請那個署長 請審署長 這個 登革熱是我的專門 但是我本來不是要問這個問題 但是記長我們江寧靜委員問了 他對你的 詞問吸答不大滿意 我來替你解套 謝謝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家裡大概都會用這個 紗窗 紗窗就是避免蚊子灰進來 不是避免蚊子灰出去 所以表示蚊子是從外面來的 外面你說是黃寶鼠管的 對啦 這個是黃寶鼠管的 但是裡面的話就是衛生單位管的 沒有錯 但是都不是蚊子灰出去 都是蚊子灰進來 所以是誰管的比較重要 要你們真的要認真一點 當然衛生單位甚至去到家裡 你家裡有平民逛逛 甚至還說你家裡不可以養蚊子 不然要處罰 衛生單位也是認真 但是從這個環保跟衛生的分界 當然環保是上游 我們說衛生單位比我們環保會辛苦 對我知道當然是這樣子 因為他不是只有去管蚊子 他還去管人 他還去做疫調 對 他還進到每一家去 他要抽血 你們只有沙蚊子 沙蚊子蚊子不大會反對 抽血有時候人家會反對 所以我跟你講 你那種食文吸打怪不得他 我這樣直接講 環保的部分 外面當然 這平民逛逛水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其實是這樣子 是在水溝 那水溝你說把它拼命逛逛 要把它翻 水溝怎麼翻 所以呢 比較認真的 他們有把管子放到裡面去噴 但是也是 也是這樣子 噴一下 因為只有那個有孔蓋的地方 有的地方孔蓋都快塞住 他也不會拉起來噴 所以坦白說都應御應御 常常都在噴那個環境 給大家照相 那個沒有用啊 因為那個環境中並沒有那個 它是只要是噴到那個水溝裡面去 所以現在有一種方法 你可以考慮一下 現在有一種比較進步的 就是 直接買管線 那這個要噴 就要比較 在那裡 而且這個藥可以節省到 我相信 至少三分之以上 三分之二以上 就是說 因為它是直接用壓力絲 那就在管子裡面就噴出來了 那直接噴出來 不是像這個人去噴 又不會給自己中毒 又不會噴到一大堆環境裡面去 你知道嗎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那這個我知道 這是很好的想法 我知道這個已經有人 而且已經有那prototype出來了 也就是說 應該你要去好好考慮 那就你一買一次喔 沒人就只是用壓力把它壓出去的問題而已 那就簡單很多 那這個文竹的問題 就可能比較可以處理 至於登革的問題 因為還有里克輝來的問題 這個給衛生當然一起處理沒有關係 我再請教一下喔 因為空氣污染喔 的確是大家現在非常害怕 現在這個肺癌啊 已經凌駕肝癌變成所有癌症的第一名 尤其是在女性 那男性竟然也超過肝癌了 所以這個部分啊 跟空氣污染是有非常清楚的一個關係啦 有人甚至已經算得非常清楚 怎麼樣 就可以減少怎麼樣 那更不要講不會數得asma 就是那個氣喘啦等等 或是急性呼吸道的一種 摔結或是氣喘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你知道什麼叫做2.5ppm嗎 pm2.5 對pm2.5 就是粒徑在2.5微米以下的那個顆粒 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這個重要在哪裡 因為它可以進入我們肺的深部 甚至通過這個肺泡而進入血液 答對了 這個就是因為它粒子非常小 對 我們這個非常小就卡不住 你知道我們現在 我們以前有SARS 大家都很緊張嗎 是 這個SARS是什麼傳染的你知道嗎 好 倒不清楚它的細節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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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們這種關係啊 那SARS是灰瀑傳染 灰磨傳染 我們叫灰磨傳染 你叫blit 所以大概噴出去一咳嗽 大概兩公尺以內會遭殃啊 超過兩公尺就不太會遭殃了 那會不會得票會 因為你會去摸它 噴出來的地方又去摸到 這個當然就是手部衛生 不一定是跟環保相關 但是另外一個更相關的 我們比較怕的不是SARS SARS一下子就消失 我們一直不消失的是結合病 幾千年來 結合病 為什麼 為什麼結合病 好像免疫抗藥性什麼 是不是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是用藥以後才有的 對 以前沒有藥的時候也是結合病一直多 要這樣做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你會不會得到 以及我 有一個女生 那一段時間 如果有病 你會不會得到 那一段時間 不可以 那一段時間 那兩次 那一段時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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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